这可不是一般的面包房 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面包房 这个每片客栋控制的5克 这么精确的吗 我们终于拿好证书了 你烦了 这不得你准备点礼物 送给我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 但你不是早就买了喜饼吗 我们准备了99份喜饼礼盒 送给大家 我们一起沾沾喜气 不对 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还要撤回一个状况呢 3 2 1 好帅呀 我现在来到的是南京爱德面包房 这可不是一般的面包房 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面包房 那么喜饼从何而来呢 走 我们现在也去面包房 好 我叫客机 我今天呢是来参观一下 然后想要跟各位老师一起学一下做曲棋 一会儿给你要求就是这个 这个每片客栋控制在5克左右 这么精确的吗 那培训你3到15天就行 但咱们家孩子呢 就因为他们受了这个相关障碍影响 你叫我们周周学了三年 才能够做出来 能够用一生外的那个分娠视频 匹配你的三年 天 天哪 下好多功夫啊 对 现在教我们做曲棋的老师 是一名喜憨儿 要慢慢的吗 对 然后人家搞好以后 倒这个 老板 然后奶粉 对 倒进去 你不要全倒 倒一部分 倒下去 要慢慢调 这是我去过最特别的面包房 因为这里的员工有一大半都是喜憨儿 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习烘焙的制作技能 给大家做好吃的面包和曲奇 越来越好 你的标筹多了 嗯 屁 我沾这的米好太多了 但是我小巧可爱啊 进入烤箱 哦 都烤好了 我准备了一百多张明信片 想放进每个送给大家的喜饼礼盒里 大家等一会儿帮我后面写一下助食的话 这几张就交给你了 好嘞 谢谢兄弟 找一个标点吗 祝你烤的全会 蒙的全对 谁能抽到这个找日找到对象呢 原本我只想让喜憨儿帮我写十张或者是二十张的祝福 但没想到喜憨儿们想为每个拿到礼盒的小伙伴都送上祝福 于是把所有的明信片都写了 还都配上了手工插图 你这张写好了是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祝你天天开心 送份一个礼物 一份快乐 祝你一切顺如心意 自写的好漂亮 这真的很好看 这青蛙画的好好哦 好像 小梦给我画科基 对 科基你知道是什么吧 狗啊 科基是他 科基是他 然后你刚才说科基是走 然后你又自走说科基是他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同学都在很热心的写明信片 就是心意都在里面了 只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特别字 或者是一些无聊的小爱心 但是这个好可爱啊 这是一个青蛙 是你写的对不对 真好看啊 而且你的字也很工整 小梦也在画一首小梦 尽量不要给我修载 好好看呀 太久了 你该知道哪位能抽到这一张小科基呢 你的布甩了两个点 祝你天天开心 你就顺着这笔写好吧 没少没少 今天跟喜哈尔们一起做了曲奇 还一起写了送给大家的明信片 我发现每个喜哈尔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就有些画画特别好 有些写字特别好 还有喜哈尔能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还原魔方 爱德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参与职业训练 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收获有尊严的人生 喜哈尔职业训练计划公益项目也在bilibili公益平台上线了 如果你到南京的话也可以去面包房里尝尝美味的面包 如果不方便也可以点击下方卡片 远程助力更多的喜哈尔有尊严的生活 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了解并支持这个项目 大家如果有什么温暖的视频也可以投稿参与温暖这个冬话题 每一份投稿产出的温暖值都会转化成爱心基金 由b站来代表大家捐出 希望这个冬天每颗星都是暖暖的 哦对你们敢相信吗 我居然还参加了b站今年的跨年晚会最美的夜 大家记得去跨晚直播间的观众吸召我 12月31日晚上8点 咱们一起跨年 哦我悄悄的跟你们说 今年跨晚还有孙燕姿陶哲 还有我们的童年 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我发现我最近来找我的这些事啊 还有一些饭特别多 你是不是忘过呀 这个跟我忘没忘你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本来世界上就有很多人喜欢你 现在厂商看到了有这么多人喜欢你啊 然后他们在问这一份喜欢买单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谢你娘家人 谢谢我的娘家人 依诱的娘家人 感谢观看